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数学家陈景润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偶像 励志故事激励了无数后来者 2021年12月 与陈先生同名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教授 加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曾引发高校界广泛关注 近日 这位青年陈景润再传佳迹 据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消息 2024年10月13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学院校友联谊会在上海进行 科大数学学院前身为数学系由华罗庚先生创办 并担任首任系主任 学院主要负责人介绍 我校青年数学家陈景润教授 今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2024年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上述公号文章介绍 公众熟悉的陈景润 曾得到华罗庚先生的多次提解 1957年 华罗庚亲自推荐他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数学家王源平 陈景润是中国数论学派的主要人物 他是华罗庚在数论方面的传人 他对数学是有重大贡献 他的研究成果在历史上有有痕迹 公开资料显示 青年数学家陈景润教授 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 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毕业 此后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从事博士后工作 2015年10月加盟苏州大学 2021年12月 加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苏州高等研究院 他主要从事材料性质 相关的数学建模 分析 算法与应用研究 包括材料力学 材料磁学 以及材料电学与光学 片微分方程数值解 以及机器学习 多尺度物理建模与机器学习 图像视频与机器学习 及其在材料 医学成像上的应用 他主要工作发表在 CIAM系列期刊 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等应用与计算数学学术期刊上 以及Nature Communications Materials Horizons 等交叉领域学术期刊上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苏州高等研究院官网上 陈景润课题组 招聘博士后研究员的 招聘公告显示 陈景润课题组 成立于2021年12月 团队研究方向 为科学计算 深度学习 下一代工业软件 该团队为博士后研究员 提供整体薪酬待遇 含福利 不低于32万元 我们熟知的数学家陈景润 1933年5月22日 生于福建福州 1953年毕业于 厦门大学数学系 1980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96年3月19日逝世 他曾任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 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 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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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 Greeks